尊敬的諸位法師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我們四十八院講祭 學習到第三十一院 六魯 六鏡院 在經文當中提到 永離熱鬧 心得清涼 師長老人家指導我們 要不起煩惱 要不取餘相 儒乳不動 不取餘相是禪 受怪不著相 內不動心是定 是儒乳不動 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修禪定 都是讓我們在一切境界當中 不要著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不要取相分別 不要放在心上 不然呢 一取相分別 這個心就會產生了 這些貪嗔吃慢 不要放心上 心上就要放阿彌陀佛了 見一切人 他見到他的本性 不要著在他這些行為上的相 一取相 情緒上來了 就很難真心對待對方了 就好像親戚朋友聚會了 大家聊的話題 才受名利 我們一聽 著了這個相 著在他這些言書 的表情啊 內容啊 我們產生情緒 聊這些幹什麼 這些都是輪迴的東西 那我們動心呢 那就很不願意 再跟他談話啦 那這就被他的言語啊 所轉了 所以我們在一切人事靜緣當中啊 我們要練 不被境界動心 不被境界轉 那一名經說的 物能轉物 折頭如來 我們沒有被他轉 沒有著這個相 我們還是看到他的本性 所以普賢行 要見他的本性 不要著他這些外相 他聊了這些才受名利 你心裡念佛 不要受太影響 他剛好聊到一些話題 你能順勢的 把他轉到啊 怎麼修身 怎麼齊家 怎麼經營事業 怎麼解決問題 現在是人身心啊 都有情況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營 經營事業也很辛苦 能順勢的 把他引到政治政見來 引到針對他的煩惱來談 相信了 相信了就會引起他的興趣了 所以我們不能被人家談的內容 做了相 動了心了 那很可能 心裡煩躁了 心裡跟他們對立了 就很難繼續有交流的機會了 所以在人事環境當中 都是在練 不著相不動心 而且呢 來見他的本性 然後橫頌眾生 隨喜功德 順著他談的內容 可以肯定讚嘆的 我們還讚嘆 他談的不妥的 我們也不跟他對立 好 所以 市長 這裡 提到的 外部著相 內部總型 那當然這個也不容易 所以市長有提到了 好 對於外相 要能放得下 好 市長提到 從哪裡放下呢 從身外之物 內心放下 叫過去張家大師 教師長 學布施 那 這個布施 也是循序漸進 放下 自己 用不著的 多餘的送 好 那慢慢的 喜歡的也可以送人 再進一步 好 再進一步 只有這一樣東西 也能夠割愛 好 所以修行 都有一個過程 這個物質環境 這些物質放得下 好 人事環境 也能夠 包容 能夠 去吃虧 能夠 能夠 在一切境界 都能 反觀自己的心 比方 覺得 親戚朋友 談的內容 都是 這些社會上的攀比 比房子的 比車子的 好 那老婆正說 別人錯的 也是對的 他還沒有 聞聖教 難免受社會風氣的影響 好 我們不因為 學了佛了 變得 千高了 我高 人家低了 看到這些現象 我們 產生不耐煩了 那個 他也是在提醒我們 動心了 我們 包容不共 好 這個是 他在提醒我們 心上 還有這些高下見 所以 黃毅朗講的 習人 這些境界 都是提醒我 我的心裡面 還有這些煩惱 比如說我們 這個 勸親戚朋友 也不要忘了 要關照自己的心念 不能一勸人 重點說在別人身上 別人不對 忘了 在境界當中 反觀自己的心念 在境界當中 反觀自己的心念 我這個勸的過程呢 有沒有心平氣和 我這個勸的時候 有沒有控制要求的心念 假如我沒有這些心念呢 我不會因為他的行為 算煩惱的 所以要很好的勸別人呢 那自己的心念不能 在勸的過程當中呢 有著向有動心呢 所以對於物質環境 不要著向動心 要放得下 人事環境也一樣 就像老話上說的 放下控制的念頭 放下對立的念頭 放下要求的念頭 放下要求的念頭 我們勸人會不內反 或者說 哎呀 下次不要回來過年了 這話說出來好像對方不對了 靜聊這些五一六成的東西了 其實老話上說 別人錯的也是對的 他受這些染污是正常的 那我們已經學佛了 我們應該更有耐心 更用真心去互念親戚朋友 而且我們回故鄉過年 動機很可能就是為了笑啊 老父親老母親在啊 不要因為人事靜緣 不是很相應很歡喜的 因為人事靜緣 产生這些煩惱 能看佛菩薩度眾生 身身世世很有耐性 也不會一次不順利了 就生煩惱 這要學佛菩薩 在《劝發菩提心文》裡面說的 身身世世 誰主與我啊 心無戰勝 我們行菩薩道啊 就要學菩薩的存心了 而且我們以父母之心為心 以祖宗之心為心呢 我們都有責任了 互念這些親人 所以任何挑戰來了 我們還是不問我們的道義 不問我們的初心 好 那師長這裡講的布施 這個物質能放得下 心裡的煩惱也能放得下 這樣才能心得清涼啊 好 所以於一切法不分別不執著 就清涼 好 所以師長這一段講的 你們想把煩惱都捨掉 不認真地學 你的煩惱捨不掉 要知道煩惱是非常可怕的 它是六道輪迴的根本 煩惱是輪迴心 叫輪迴悅 我們要認知到啊 輪迴可怕 那輪迴是結果啊 原因是有煩惱啊 所以我們知道 輪迴心才能產生輪迴液了 那我們就不用輪迴心了 不生煩惱啊 不生煩惱啊 起個貪爭吃啊 古暴在上個洞 我呢 沒有這樣子認知啊 這個敬畏煩惱的念頭啊 就能升起了 這個警覺性啊 就高了 如三世紀念說的 虛於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結業之所啊 沒有念佛啊 打煩惱了 照了就是三二道德業了 所以不怕念起啊 只怕懼恥 一察覺心念是煩惱啊 趕快啊 佛號提起來了 行作作物啊 這個佛號不能放下 真的要思考試了 用經教正思維 一不用思考啊 老阿上教導 趕快把佛號提起來 而偶業大師交召啊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總是大不思啊 對物質環境 人質環境 都不去分別 都不去要求了 都隨緣了 都能放下 而且是 六六時鐘啊 這個佛號 都能提起來 真能念佛 對身心世界 對身心世界 不再過愛了 一切放下 這個是大不思啊 這身心的煩惱 都不思出去了 用念佛的方法 可以心得清涼 順敬阿彌陀佛 密敬阿彌陀佛 不分別 不知足 能得清涼 我們不被煩惱 給適逐住 困擾住 能心得清涼 能生活的快樂 才能為人言說外 好 市長這裡提了 現在這個世界 幾乎每一個國家地區 都在談環保 如何保護一個乾淨的環境 佛陀在三千年前就講究環保 不過沒有用現在這個名詞罷了 整個佛法就是保護心地的清淨 所以一切行人都是目標的清淨心 心清淨 心清淨 身就清淨 身心清淨 環境就清淨 環境是一暴 一暴隨著正暴轉 所以保護自己的清淨心 平等心 平等心 重要 那這一段教誨 首先我們學習到 解決問題 要從根本解決 不能從向上解決 一暴隨著正暴轉 一暴隨著正暴轉 所以正暴才是根本的 環境是一暴 好 所以我們要建議起 看什麼事情 都能看到根本在哪裡 所謂君子物本 本利而到生 佛法的教會 都是策法原底 不是在枝木當中打轉 不是捨本逐木 我們熟悉的 一切法從心想生 一切境界 甚至是整個宇宙 都是自己的心想生的 那要改善一切境界 那得從我們的心調整 心是根本的 不然我們都變成了 處理事情被本目倒置了 與世無補了 甚至於事情 越處理 越複雜了 副作用越來越多了 就像現在身體出了問題 不找根本 只是把症狀壓下去了 後面流避會很多 比方說憂鬱症 它根本是心上的問題 你不能都是用長期用藥物 也得把他心上的問題解決 不能這些藥物吃久了 傷了肝 傷了腎 那後面的流避很難避免 所以面對任何問題都能思考 根本 把根本的原因能夠找到 我們剛剛提到了過年過節 所以親戚朋友相聚 我們希望 為眾開法障 廣師功德寶 把辱師道這些智慧 能夠供養給他們 以諸法藥 救療傷苦 希望能解決他們 身心家庭的問題 失業的問題 但是畢竟經濟朋友是一暴 隨著我們的正暴轉 我們在勸的過程 有沒有耐性 不起情緒 起情緒 我的心不清靜 那這個勸呢 就不能達到很好的效果了 所以還是隨著我們的心轉 隨著這個正暴轉 所以勸別人的時候 不能都著到外在別人的這個向 還是要能夠護好自己的心念 這個是根本 我們的心念 沒聲煩惱 用真心 我們說的每句話 甚至於是 一個表情一個動作 都是真心的流露 都是真心的流露 就能跟親戚朋友的真心感應到腳 就能觸動他的善根 假如我們自己兩身的煩惱 在勸的過程 著向動心 那我們是煩惱性的 怎麼啟發他的善根呢 就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了 好 那這裡有提到了 西方極熱世界的人 有離煩惱 心得清涼 這種清涼快樂 我們說不出來 也沒有法子體會 佛經上常講 如冷淹水 冷暖之汁 好 你不去嘗一嘗 怎麼曉得他的冷暖 你今天用溫度計去量 量多少度 每個人冷暖的感受不一樣 佛法講的境界 也必須自己去體會 去清正 我們性潔之外 自己要去行 就會有體症了 就像念佛的歡喜 念佛佛光一照 共滅善生 生意容軟 那這個我們得老實去念 就有那個感受了 當然老實念 不是一開始就要求很好的內向 那這個反而施得其反 念佛想求一心不亂 那反而心又掺杂了這個欲求 欲求一心心欲亂了 所以修行 不要搞複雜了 像念佛 就是提醒自己 一切莫怪 老海裡不要再浮現 過去的事 未來的事 現在在處理這些事 既然念佛了 都要放下 好 然後字句分明 一字一句念清楚 好 平平常常 平常心是道 不要著急啊 不要求什麼內向啊 平平常常 老實念去就對了 這個念佛 身心的受用 在老實念的過程 慢慢感受到了 那一感受到了 這種 念佛的法喜啊 好 那世衛哪有法未呢 這世間五一六成呢 自然 慢慢就放得下 那個沒有念佛的法喜 受用了 所以這個冷暖自知啊 人 這個懂得知足了 懂得放下了 懂得放下了 他 感覺到 放下 貪心的 受用了 好 那你叫他再去貪了 他不願意了 好 真正感受到 不發脾氣的好處了 你再讓他去發脾氣 他也不願意了 好 所以這個 都要自己去體會 放下一分 就有一分的受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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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佛陀三一一都 物質生活啊 降到最低了 好 但是呢 沒有人比他快樂 好 好 因為 知足長樂 好 好 因為心地清淨了 好 好 那 孔子 孔子跟炎子 他們 也有表演 孔炎之路 好 一單是一表演 在露相 人不堪其憂 悔也不改其路 好 因為他露在道中了 啊 露在清淨心 啊 平等心 哦 哦 那我們看 人心一不清淨 一不平等 被煩惱 困住了 哦 好 好 所以 真的有體會到 清淨平等的受用快樂 哦 哎 不再 吃逃苦吃了 不找自己的麻煩 啊 哎 隨順自己的性德 啊 清淨平等 都是我們本有的性德 啊 哎 生活工作 處事待人救 啊 哦 落盡比丘 啊 啊 所受快樂 沒這個道理了 我們在主世代人經歷的事項當中 就要練把見識煩惱放淡 見比較是見解 我的看法 失惚 貪嗔吃脈 這個是比較是情緒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勸親戚朋友的過程 就是放下見識煩惱的過程 還比方說他一些觀點 我們聽了覺得他太差勁了 那可能是站在我們的角度看他 假如你從他的成長環境背景 你也不意外他會這樣思考事情 在救援當中我們時時練 不要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我們都能換位思考 設身處地 這個就是在把見惑放淡 這個我見能夠淡 然後過程當中 不及情緒 去感同身處對方 不及情緒 自我感受放淡 這個是失禍在減少 所以佛法練功夫 在哪裏練 在每個靜緣 立誓練習 練放下煩惱 此地所講的漏盡比丘 本精緒 是不是小成阿羅漢 必至佛 決定不是 因為本經不是小聖 就是要用大聖的標準 大聖陋鏡 是法雲帝的菩薩 是一般經上講的大聖阿羅漢 或者稱為大阿羅漢 不但斷見識煩惱 斷沉沙煩惱 無名也將要斷鏡了 十地上面就是等絕 就是圓滿成佛 十地菩薩 法雲帝的菩薩 稱為大阿羅漢 所以此處的漏盡比丘 就是法雲帝的菩薩 這個說法才真正是極樂境界 所以如果講小聖阿羅漢 西方極樂世界所說的快樂 那就是很平常的 一點都不稀奇的 不值得十方諸佛讚嘆 普賢菩薩都勸 是因為法生大師求生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受用一定是超聖的 才會勸請到極樂世界 所以應該不是小聖阿羅漢的受用 如果說所有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像法雲帝菩薩 那是不可思議 無比的殊勝 這與精益才能相應 因為是大乘 而且是一乘的 而且是行共尊修普賢大師之德 普賢菩薩的法界 所以這樣才與精益相應 與極樂才相應 若其想念 貪計生者 這兩句就是第三十一 不貪計生願 剛剛落盧落盡 是第三十一 不取正訣 是四個願的總結 這段經文總共講了四個願 《金剛經》說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那想念是心法 寄生是受法 心法與受法 既是有違法 有違法都不是真實的 都是虛妄的 天清菩薩 將一切萬法 歸納成白法 那這個白法明門論當中 有提到 我們前面課程 也跟大家有說到 心法有八種 心所有法 這些部分都屬於心法 這些部分都屬於心法 有五十一種 第三是受法 有十一種 心不相應的刑法 二十四種 心不相應的刑法 像時間空間 都算 就是抽象概念 根本 不是存在 不是真實的 所以這九十四種 都是有違法 都是生滅的 刹那生滅 這不是真的 你把它當真了 就抽象了 知道它是假的 不抽象 不放心上了 就像 我們上個禮拜 看 這個電視劇 知道它是假的 不會放在心上 而事實上 就像夢境一樣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煙案 那我們做的夢 知道這是假的 不會放在心上 所以看的戲劇 做的夢 知道是假的 不放在心上 其實我們現在 所欲一切境界 就跟夢一樣 我們做的夢是夢中夢 現在也還在夢中 夢中夢醒了 現在還在做夢 祖師說的 夢裡明明有力去 絕後空空無大間 就是它醒了 它從夢境中醒了 那我們假如知道 確實現在 一切法 我們眼見一切法 夢幻泡煙 我們就不放在心上 這些有違法 不放在心上 所以 金剛經上講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啊 事實真相如是 事實真相如是 佛才教我們 要用力惡直 惡直 惡直 法直 其想念呢 是法直 我們看我們其念頭 很多的相 一切相都是法 我們都放在心上了 就對他們有執著了 奇想念是法直 貪寄生 把這個生當我了 這是我直的 兩種執著啊 西方極的世界 永遠不會有 我們這個世界有 這兩種執著啊 是我們無始結以來 生生世世的習氣 而不知不覺 自然就起來了 沒有辦法控制得住 生生世世世的習氣啊 時間久了 你沒找他 他自己就來了 所以修學的重點 對之我直法直啊 我直不破啊 就出不了三界 法直不破 那這念頭放不下 起心動力放不下 就不能見性了 我們冷靜的思維啊 有什麼樣的方法 什麼樣的能力啊 我們修行的人啊 要善思維啊 我們是現在知道 不放下我直啊 出不了輪迴了 不放下法直 不能見性啊 那我們得想辦法 來破這個惡直啊 市長講到 不要說破惡直啊 破法直的人 決定破我直 破我直的人呢 不見得破法直 有什麼能力破我直 如果沒有能力破我直啊 那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都出不了三界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們假如沒有辦法破我直 我們清楚我直 造成六道輪迴 那我們就出不去了 我們能找到原因 那不能克服了 那在一切法門裡啊 念佛法門呢 顯得特別殊勝 殊勝在哪裡 這個法門啊 不破我直也行 所謂待業往生 恆超三界 可以待 就業往生 而且是恆超 不是素超 那素超呢 那就要見了後 八十八瓶 師後八十一瓶 你看一瓶一瓶啊 這樣 素粗 很不容易 啊 恆粗啊 就好像那個竹子 素粗一節一節 破了啊 這個蟲 比例啊 蟲才能出去 素粗是從旁邊咬出來 好 可以啊 這個 橫粗啊 從旁邊出來 橫超三界 好 它的條件呢 就是信願行 三之兩 就是老實念 阿彌陀佛 這個行 就是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這個容易 雖容易啊 我們偏偏不肯做 很想做又做不來 總是間斷夾雜 懷疑 何以懷疑 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認為啊 已經不懷疑 可是在言談裡啊 在思想裡 在表態上呢 常常還想著 禅宗 密宗 慈見 慈重 或者世間流利 這些都是懷疑的現象 如果不懷疑啊 腦子裡哪裡還有這些妄念 疑心沒斷 心不親近 哦 這個佛在大吉經中說了 入法時期啊 一億人修行 喊一得道啊 一億人完了 很多的修行人啊 修其他的法門啊 當生成就不容易了 唯一念佛 唯有啊 依靠啊 念佛法門啊 依靠啊 求願往生啊 極樂世界 得度生死啊 好 那我們 對佛這一句教誨啊 我們懷不懷疑 佛是慈悲到極初啊 直到我們無法眾生的根性啊 正法時期 戒律得度 像法時期 還很像正法 好 這個時期是禪定得度 好 夢法時期啊 好 那 這個是要靠淨土成就了 好 所以黃念祖老君子 好 有 慈悲啊 忽念道 他老人家說到 我斗膽地說 不管修任何法門 這個法門是指大乘法門 好 不管修任何法門 只要不求生極樂世界 這一生要了頭生死 不可能 好 因為 往後眾生的根性啊 要靠 自己斷見識煩惱啊 碰我直 然後出輪迴 幾乎不可能 好 要靠求生淨土啊 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加持 好 能夠待悅往生了 好 所以我們呢 能遇到念佛法門 好 這個是 大恩援 大福報啊 好 好 以成供養諸如來 則呢 歡喜 信此事 好 所以我們呢 好 不要懷疑 老實的 真性趣願 好 老實的念佛 好 那鐵定啊 可以萬修萬能去 好 死心大地啊 修這個法門 好 好 不懷疑啊 佛在大基金當中的 教導 好 不懷疑啊 黃老的兩股用心 好 好 下一段 師長這樣了 《金剛經》說 信心清淨 則身實相 好 實相是什麼 老實念 就是實相 好 大四字菩薩講的 靜念相近 就是實相 好 我們最近呢 在《書超演義》裡啊 所讀的四種念佛 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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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前側後 好 好 由此可知啊 不用念佛法門 你就要破我執 好 破不了我執啊 能出三界了生死的 只有老實念佛這一條路 沒有第二條路 沒有第二條路 老婆上這個開解啊 不能懷疑啊 不然修了不能得利的法門了 幾十年過去了 時間很恐怖啊 那就很可惜了 好 對修行人來講 最寶貴的就是 時光啊 一份時光 一份命光啊 好 我們要珍惜強健時 努力修善的 好 好好念佛完 正助雙修 正修是念佛 助修是斷惡修善 極光臉的 所以念佛法門 能普度久戒一切 罪障深重的眾生 平等得度 平等成佛啊 當來一切含靈 皆依此法 而得解脫啊 好 好 好 所以因此啊 念佛法門 才被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所讚嘆 好 有它的道理啊 好 十方出佛同瞻 千金萬倫子歸 好 我們曉得啊 真正兩種执著 都斷鏡的 是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 好 那這個師長這一段講到啊 老實念就是實相啊 靜念相繼就是實相 江衛龍居士講到了 這個慈眠念佛啊 暗和道妙 巧入無聲 即是行聲多了 無意念實相 跟實相念佛啊 沒有差別 哦 所以這慈眠念佛 殊勝的 哦 所以啊 江衛士講的 這個佛號啊 能消眾業 能滅眾罪啊 他無意念實相啊 這個功德力非常大 巧入無聲 因為我們老實念的不成了 沒有其他妄念 叫因無所住 一聲接一聲呢 得身其胸 所以老實念了 不懷疑不見斷不假察 靜念相繼了 那真的就是 無意念實相 哦 還有我們對這一段開啟不懷疑啊 然後讓江居士開啟完全相同 夏年居老居士 他老實念了 他曾感悟到了 他有一段 他自己修學的心得 在自檢問當中 他提到 念佛即是自心獻 念佛深深幻想自己 弘明正章自性 所以念佛即是自心獻 自心獻時方念佛啊 不念是謎 念是悟 謎即不念 悟即念 念即見佛成佛實 哇 你看 他老實念的感悟啊 當下念這些阿彌陀佛 即是見佛成佛的時候 三季同時無先後 三季是過去現在未來 他們沒有分別的念頭了 那時間空間了 沒了 所以念即見佛成佛實 我們的念頭裡面 哎呀要念多久才能見佛啊 才能一心不亂啊 這些都是妄想 不求一心不斷妄想 要自具分明了 哦 哦 所以老實念 哦 沒有這些分別之種 哦 這個三季同時無先後 啊 靜念相繼即是佛啊 哦 這個有味道了 啊 啊 靜念相繼了 就巧入無身了 哦 那你意頓格萬億成了 啊 啊 你意啊 啊 我們起了 啊 思意了 啊 哦 佛法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又去思又去意了 哎 頓格萬億成了 哦 其實這個 極樂世界是心做心事的 哦 十萬億成去此不遠了 嗯 嗯 但是我們也分別執著了 哦 那 哦 煩惱啊 又做主了 哦 哦 所以 十萬億佛國度 哦 哎 這個是 哦 隨順的 俗弟講的 哦 真諦 哦 那極樂世界也是自己的新鮮 哦 哦 所以 這個就念相繼 即是否啊 哦 就是實相啊 哦 哦 那性文如來易方便 哦 我們現在聽聞 如來所傳的特別法門 啊 奇特 奇異的法門 哦 所以苦樂盲嫌 莫停生 我們太幸運了 哦 遇到這個不用破我子啊 啊 啊 就能夠 出輪迴 往生做佛的法門了 哦 哦 那掌握住了 苦樂盲嫌 莫停生 哦 哦 這一生所遇到這些順境逆境 善緣惡緣 哦 哦 都不要去吃醜了 哦 哦 都隨人 哦 哎 但是呢 這個佛號啊 哦 要提起來 哦 誰忙誰嫌 不離彌陀免好 哦 順境阿彌陀佛 不貪著 哦 逆境阿彌陀佛 不誠恨 哦 苦樂盲嫌 莫停生 啊 一停生呢 啊 就在苦樂盲嫌裡啊 啊 啊 去貪生吃慢了 去煩惱了 好 好 所以我們 珍惜 這個初輪迴的 好機會 啊 所謂無量即來 稀有難逢 這一日 好 不能錯過了 好 好 好 夢後一句啊 好 不舉正訣啊 是總結前面四個願 啊 四願呢 都圓滿實現 阿彌陀佛在西方世界 實現成佛 好 我們看很多段經文 夢後都是若不合者 不取正訣啊 我們也感覺到阿彌陀佛一發願的 那種決心毅力 還有慈悲啊 啊 這真的是 每一願都是 大慈悲 大願力 大智慧的 流露 好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經文 好 說 我作福時 我作福時 生我國者 善根無量 皆得金剛納羅延伸 堅固之力 身頂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成就一切智慧 獲得無邊便才 善談諸法密要 書經行道 欲如終身 若不合者 不取正訣 這是 第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願 幕後一句 是總結 第三十二 是 納羅延伸願 納羅延 是金剛神的名號 經上常常也說 他為金剛義士 在此地是形容他的身體 永遠不慌 像經上所講的 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這個清虛之身 不用養死了 養死很麻煩 浪費很多時間了 當然我們現在 該吃還得吃 該睡還得睡 生理上的這些需要 到極的世界 都不用那麼麻煩 無疾之體 這個無量瘦了 這個修行 這個死魔很厲害 壽命一到 要退回去了 所以這個 這個 金剛不慌生 就是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這一願 我們要整個合起來看 才曉得 才曉得 金剛不慌生 是怎麼成就的 願聞開端 生我國者 可見 淨土是真正的平等 無論從哪一道 凡是生到西方極正世界的 不管是哪一土 不管是什麼樣的品味 都一樣 善跟無量 善跟無量 腦上對開竭 開竭得很透徹 很細緻 甚至於這個開竭 都能體會到阿彌陀佛的心 這一句生我國者 感覺到阿彌陀佛的平等心了 只要生了 都一樣 善跟無量 凡是往生的人 都是善心堅固 不懷疑不假掌 這樣的人才能往生 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 特別是遭遇挫折 遇到大的苦難 好 決定不退行 念佛求生的心 法我越來越堅固 這是善心 其實我們章欲挫折 苦難 就更體會到輪迴的苦 更發起初離心 這叫隨事菩提心 這叫隨事菩提心 誰遇到的事 更發起初離的心 求生進出的心 那假如都能轉念 轉成菩提心 求願的心 轉成初離心 那就沒有不好的境界了 好 所以 能轉念 就不生煩惱 事事是好事 所以境界沒有問題 問題在我們念頭有分別執著 才會卡住人 所以這裡老婆上就教我們轉念了 遇到大的苦難了 念佛求生之心 反而越來越堅固了 因為不出去了 這些苦難 就無量解又無量解了 所以老婆上說 搖緊牙關 此生正無量受 人生短短就幾十年了 在受什麼樣的五路毀瓣 沒關係 我們忍得住 在沒有多久 尤其是西方國裡人 就能得到極樂世界所有殊勝的受用 太值得了 我們想到阿彌陀佛的願當中有一句 縱使生子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退 他跟老師發怨當中 有這段話 那等於是 遇到苦難了 這個怨心更加堅固 其實人一生 不要去求順盡 其實順盡都是在修復暴奪 反而我們在遭遇挫折 苦難的時候 反而是在修德積德 老實上說 山上倒是修復暴奪 所以我們在人生過程 多吃一點苦啊 好啊 才在修自己的德啊 才在修自己的德啊 不然都是順了 就產生貪著了 就產生別人對我好是應該的 或者遇到逆境就生煩惱了 那自己呢 就在福報當中墜落掉了 所以我們閩南話講的 假扣動作假蹦 吃苦當作吃補 真的像吃補一樣 夏蓮導說的 若多無苦忍從何生 沒有這些苦難呢 我們的忍入怎麼修啊 借筆摩腦監我願力 借這一些靜緣呢 監定我的願力 只要降落不怕賊強 我們自己怨心堅固了 不怕這些外債的煩惱啊 誘惑啊 觀德於忍啊 一個人德行好不好 有沒有提升 看他忍入的功夫啊 觀福於量 看一個人福報 看他的心量 都能包容 不對 對立不計較 肯吃虧 這個都展現出啊 善根啊 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 得勝畢果啊 所以 一個人的善根 在他遭遇挫折苦難 可以觀察得出來 好 好 一切善心中啊 第一善心 就是求生西方其的世界 好 你要比這更善 善啊 善向你 善善心喔 善нь 因为这个因才得金刚不坏生的果报 所以善根无量 无量的善根得金刚不坏生的果报 那我们修行也是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光无列德 所以善要积极地修 因为不着这个善 所以善根又新兴回向 所以念佛人真的遇到成熟行善的缘 不会见义不为的 还是会尽力地去成就这个善事 这个都是善根 那坚固之力是讲身体启用 身殊胜 古德在诸节里跟我们说 金刚纳罗言就是金刚萨朵 金刚萨朵是密宗创教的教主 密宗是龙树菩萨开铁塔 见到金刚萨朵菩萨 他把密宗教法门传授给龙树 龙树传到人间 密宗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金刚纳罗言是金刚萨朵 那金刚萨朵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由此可知 一个人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密宗里所说的 成就大圆满法身 在哪里究竟圆满 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 这才能得究竟圆满 古德这个书法非常好 黄念族老君士注解里也有引用 所以往生是大圆满 所以普贤菩萨 带领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倒归极乐世界 这是成就大圆满 好 第三十三 光明会变愿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腹顶上有圆光 全身都有光 有长光 有放光 我们想想往生的人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不平等了 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就不相应 佛光 众生光 主伴不恶 身佛不恶 皆以此光 宣扬妙法 法 即是光 光 即是法 不离以此光 而所持法 这就是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 如并并才 这是政治圆满的成就 这个 变才 佛在经上 归纳为四大力 称事无碍 变才 这是信德自然的流露 不是能学得来的 学得来的 称事智变从 这四类就是一般经上所讲的 法 意 持 要 说 前面三种属于智慧 后面一种属于慈悲 有智慧 没有慈悲 他就不说 有慈悲 没有智慧 他就乱说 那也不行 必须 卑智 双运 我们现在 说话也要练 卑智双运 可见得 说法 实在 不容易 一定要开智慧 当然我们还没开智慧以前说话 随顺 谁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学孔子 宿和不作 幸而好 智慧从哪里开 智慧从清静心开 清静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要讲自己本性的 要讲自己本性里 第一案 也就是说 凡事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因为你用的 都是忘心了 不用妄想 不忽视妄想 让心定下来 那是真正的定 外面境界 不是不明了 外面境界 要是不明了 那是无明 不是定 外面境界明了 好 好 胡思妄想 那是邪见 是病 好 外面境界 清清楚楚 里面的心 如如不动 这是镇定 好 如果不会修啊 你就念佛 一句佛号 接着一句佛号 就是念佛三面 这就是修清静心了 修平等心 修绝而不明 经题上的清静平等觉 就是圆满的界定慧 三无六学 界学是清静 定学是平等 慧学是绝而不明 都在经题上 都在经题上 这部经的好处啊 很容易就看出来 你依照这个方法修 准备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着一句 就是清静平等觉 我们平常生活啊 总有许多事要做 要学着 做事不妨碍念佛 一面念佛 一面做事 一面做事 一面念佛 必要熟练 这个海贤老和尚 有给我们做表演 当然我们做事的时候 假如要思维 那老和尚知道 还认真去做事 还用真心去思维 去处理事 真心去处理事 也是念佛 事情处理完了 再把佛号提起来 就对了 我们有的清静心 智慧能拖出来 这种无碍变才 也是从智慧流出来 好 那这个陈德呢 从18年初出家 就到了英国汉学院 负责一些工作 时间很快 这六年过去了 也没有在丛林当中 静胸部 这个佛那个时代 出家人都有结下安居 每一年一段时间静下来 那这次真的回到台湾 都出家六年 也想进入丛林中 好好庆修 差不多八周的时间 差不多两个月 差不多两个月 在这里也先跟大家告个假 也感谢大家 每个礼拜我们都一起共修老二上的法身设立 老上讲的四十八大愿 也祝大家 这段时间也是勇猛精进 发喜充满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